然后就通过法律程序让我起诉了 开庭的上午 当我出现的那一个一刹那 他就拽着头发就给拽车上了 一边这样开车就一边这样打 走到半路的时候他踩了一脚刹车 怕在方向盘上哭了 他说要不然咱们再试试 试一年如果真的是过不了的话 咱们再离 所以回家了 对 出于什么考虑呢 其实还怕更多一点吧 翻车那一次 他在我们那儿住了一个公寓 我也在那儿也住了好几天 他就出轨那个人 还上我们那去找去了 因为我不知道你知道吗 我们出那个院的时候 好多人都在看我不知道在看啥 旁边那有看门老头 让谁谁谁留电话 当时我就想 你到底爱过我没有 当他说没有的时候 这句话刺激到你了是吗 对 伤到你了 非常厉害 后来他提离婚的这个过程 是你接受不了的事情吗 不可能 结婚都没打算离 这个完全接受不了 是因为你太爱他了 还是我不能接受你离开我 不得 爱他占很大一部分 这场突如其来的打击 让黄先生激进崩溃 也让他从此埋下病根 变得抑郁和敏感 一方面 他痛恨妻子的情感背叛 另一方面 他又不甘心 幸福就这样被夺走 为了留住妻子 爱恨交织的她 是软硬兼施 最后 何女士的人 虽然回来了 可心却始终处于 坠坠不安的状态 而当这道 横更在彼此心间的墙 立起来之后 无论他怎么努力 都再难回到从前 我努力过 对他家里 或者是对家庭 都是百分之百的用心的 包括家里的水费电费 柴米油盐 你说你管过吗 孩子刚上初心那会儿 不正好一叛逆期 就特别不听话 他就说 以后孩子的事 你别跟他说 所有压力 都在我一个人身上 我觉得我过的日子 挺不正常的 15年回来 包括他对我妈 对我家 做的都挺好的 我感觉还好 您有感觉到 他的疲累没有 感觉到了 我也很尽力地 帮他分担一些东西 是试图去理解 对 接受的 对吗 后来出问题了 一年半左右 我感觉到 明显地感觉 他心不在我身上 他的冷淡 会成为刺激你的 受不了 没有那么多的精力 在管那些那么多事了 家里两个孩子 还有店里那么多事 关注不到他吗 忽略了 我感觉他有时候是故意的 在7月29号 那一天你摔着了 摔着骨折了 我从客户家 很努力地开车 开了十多公里 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就往路边上一停 我给他打电话 偶尔秀 我要摔一张 他很不耐烦 我说行行 你别走 你别去了 你别去 我自己又开着车 他怎么了 你觉得他很不耐烦 我是非常难受 他都没表现出转 你开车还是我开车 根本没有正常的沟通 见到你的第一眼 没有表达出他的关心 没有 没有那也是 而你觉得在这个时候 他应该是要很关心你的 你不应该吗 他摔完手了之后 跟我打电话 我就放下手里所有事 然后就立马就去了 那个不耐烦 走到医院门口 他把车停好了之后 又跟我说 我要找个地儿去洗个脚 把脚洗了再去 然后我当时我就挺烦的 我还打算给你报120的 你洗什么脚呀 然后我就这种口气 然后他就挺烦的 挺烦的 说得得得你回去吧 你甭去了 可能吗 你当时说了 真的说了 我说是洗脚机 可能吗 你给我坐一个车上来吗 不是你 你想干什么 你那天穿了个拖鞋 你说要洗一下脚 我穿拖鞋吗大哥 我上客户家能穿拖鞋 能胡说八道吗 你想干嘛 他都没让我说 你车哥这儿 你给我一块坐我的车子 他都没说这话 他刚才说 他是准备打120的 你认为这是 没有 我一句话都不带瞎说的 我没有必要 心坏了 他心坏了 心坏了你还不想 不想 你在坚持什么呢 会复杂 重新回归之后 何女士的心 都放在了家人和事业上 无力也无心顾忌到丈夫的感受 可对于敏感又脆弱的黄先生而言 妻子对他每疏忽一次 就如同在他心里扎了一针 让他痛苦万分 玉杰说 他担心妻子的心变坏 倒不如说 他害怕妻子的心变远了 当看到场上的黄先生 再次进入痛苦和矛盾之中时 陪同来调解的朋友杨先生 拿起了话筒 他告诉大家 黄先生之所以会如此敏感和纠结 是因为他至今都没有走出 当年的阴影 我跟他这人生活中就是这样 蹦得非常紧 比如说我们去客户家吧 也是怕那个说话说的不对啊 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怎么想 对 你认识他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十年了 你感觉到他有没有什么变化 以前可挺好的 不是说呢触及到 说那个他的底线 他不会是跟别人的发生这个事情 但是如果触及到底线的话 几秒钟的事情呗 情绪会上来的很快 很快很快的 他们夫妻这几年的情况 你们了解吗 我的感觉是挺好的 嫂子很棒的 为人处事啊 包括什么心胸啊 都挺宽和的 你觉得他们的问题是出在了哪里 其实之前的事情过就过了 你觉得是他们没有放下过去是吗 没有 没有放下 都挺累的 对那个 挖聚过去 每一件事情 你非要论过子处一母来 那就没意思了 他觉得他受到了冷落 冷漠对待的这一点呢 如果说时间长了 如果我哥要说话的时候那样 嫂子肯定也会心里面产生阴影啊 你也能理解是吧 这个问题 其实我早就想了 包括这一次他要离婚 我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要这么急迫 你得有时间有机会去改变 你不能说你没盖房子之前 就想到我这房子怎么拆 你觉得这些年 你是一直努力在盖房子 很努力 我文化审平不高 初中一毕业就是上南京学徒 来北京吧 你多大的时候出来呢 十四 在南京待了两年 就来北京 来北京 我睡马路 睡了十多天 就想要个家吗 我一切努力 我就是我要一个 就为了一切 我要一个好家 对 从来北京 我没有联系过 休息过两天过 包括过春节 大年初就回北京去 很努力的 你从来都没有或者不敢去设想过自己的婚姻会出问题 那是根本没想到的 人打仗时在前面冲 你后方起火了 就不是想要你想要的东西了 谈及自己多年来对家庭的付出 黄先生忍不住哽咽了起来 他希望妻子能够看到自己的努力 给彼此修复感情的机会 可无论是他的动情挽留 还是朋友的诚恳劝说 似乎都没有让何女士的态度有所动摇 我的前半生 我试图努力改变一个人 去接受这些事 我没有做到 现在我心死了 何女士说 自己想要的 不过是一段稳稳的幸福 可即便是当初自己没有注下大错 丈夫带给他的 同样是提心吊胆的生活 这些年来 他的心早已是千疮百孔